你要成为虫人 你先等会儿啊 我先来问问你 你是要成为这样的虫人 还是这样的虫人 嗯 看来你还算知道他俩之间的区别呢 没错 这个有着八条腿的虫人 就是阿拉克尼 他们是下半身为节肢动物的种族 特征是他们的眼睛比一般的种族要多 一般是四到六双眼睛 让他们对于颜色物体的形状和距离判断 有着更清晰的认知 当然这个种族是完全是食肉的种族 不吃素食 他们的腹部尖端的会分泌丝 用于制作陷阱和供自己休息的潮 他们的丝呢 在保持柔软粘稠的同时 还极不容易被扯断 根据纽斯提亚科学家们的实验表 阿拉克尼的丝的认读 看平钢铁 他们属于狩猎民族 平时会用陷阱去捕捉猎物 他们还会用丝做一些编织物和人偶来打石坚 或者将其他人吊起来玩 也是出于他们的狩猎本能的行为 不过放心 他们还是分的形猎物和玩物的区别 对了 阿拉克尼喝不了咖啡 喝咖啡的话他们会醉的 侯龙族一样 阿拉克尼也是没有国家的 他们独居在森林和山洞之中 拥有着领地意识 除了繁殖器否则不欢迎同族进入自己的领地 和拉米亚一样 阿拉克尼的很容易受到周围环境温度的影响 这也就代表了他们没法泡温泉 如果长时间待在高于自己体温的热水里的话 他们很快就会变得虚弱或者直接昏迷 接着我们来说一说亚种 首先是海水种 他们的下半身与普通种不同 他们不能吐丝 但是他们可以像人鱼族一样 长有渔镖和塞 可以在水里和陆地来回移动 除了四对族之外 还额外长了一对蟹钳 这对蟹钳既可以轻松的夹碎金属 也可以轻柔的穿过穿针引线 和普通种不同 海水种非常的喜欢群居在一起 据说是这样一起行动很有安全感 其次是沙漠种 就像这个亚种的名字一样 他们是生活在普通种 无法生活在沙漠种的种族 和海水种一样 他们也长有一对钳子 不过这对钳子的力气 没有海水种的大 最多只能起了固定猎物的作用 因为是在沙漠里 所以不需要吐丝 他们原本的吐丝器官的 变成了一根长长的尾巴 尾巴末端长有一根 会分泌神经毒素的毒针 这种绩效性的毒针 毒液一旦进入体内 会马上麻痹猎物的身体 实情无法移动 但是不会剥夺猎物的意识 而是会全身发热 最后直接高烧致死 他们的性格十分的恶劣 通常都潜伏在商队 冒险者或者是科考队 经常路径的路旁 发现有落单的家伙之后 会迅速无声的接近 然后力气强成了毒针 直接扎到猎物的身上 立马注射毒液 之后呢 他们就会逼着猎物 将自己身上的值钱的东西 还有食物和水浇出来 如果猎物乖乖照做的话 解毒也不是不可以 他们的口腔在分泌唾液的时候 还会分泌一种 专门消化毒素的酶 对 说白话就是 他们的唾液就是解药 怎么突然问起 他们这个种族的身材了 他们可是生活在沙漠里 经常有上顿没下顿 再加上不断的运动 所以他们的身材 虽然说的是结实 但还是偏瘦的 你问这个干什么 哦 你想占便宜是不是 不要觉得自己一定会被异性亲嘴 也可能会被同性亲 这有什么好意外的 这是个种族啊 有男有女很正常吧 有男有女才能翻译后代呀 如果不照做会怎样 知道为什么要说的是猎物 因为如果你没有老实照做 那么他们会把你拖回地洞 就是带到自己的巢穴 然后你就是他们的下一顿使 最后呢是多族种 这个亚种呢是窝绕大陆的特有亚种 而且还是一些 足控爱好者 非常喜欢的种族 为什么 因为他们脚多呀 但我需要提醒你们的是 他们和沙漠种一样是长有毒线的 看见他们身上这些异样的稳度了吗 这些都是他们的毒线 因为与皮肤颜色相差甚远 所以形成了一种不特的花纹 他们的毒素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起初呢只是局部皮肤 仅仅只会起红疹 还有疼痛 但是如果不找狼中 那很快就会变成伴有 发热恶心呕吐 超出昏迷的重症 体质差的话 甚至可能会出现淋巴管炎和走着坏死 如果到了这个时候还不知好歹 还觉得 嗯 问题不大 那到了第三个阶段 就是全身各处剧烈的疼痛 不过好在 到这一阶段说明你马上要熬出头了 一般这种情况只会持续四天 从第五天开始 身体的疼痛感就会逐渐减轻 并且会在一个礼拜内靠复 可是 一般到第三阶段的人 能不能撑到第二天都是个问题 你不用担心 第一 他们只生活在 污绕大陆的森林和洞窟之类的 阴凉地方 第二呢 他们的性格大多都很涉口 除非是给逼急了 不然一般是不会咬人的 顺带一提 这个亚种的女性 在照顾孩子的时候 会一改之前的涉口性格 变得十分的温柔 以及对任何伤害自己孩子的家伙 抱有极强的攻击性 呃